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忐忑的时刻 忐忑的时刻 这个忐忑的时刻大概延续了一年多两年 在某一个重要的会议召开之前 大家都很忐忑 那个最重要的 那个不是最重要 那个很重要的会议在召开之前 所到之处 所有的餐桌上都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 那个最高层的那七个或者九个人是谁 是七个还是九个他们都是谁 满桌子都在谈这个事 不谈的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我的想法很简单 你要是觉得那个谁谁不合适 你能把它换了吗 那既然你没有能力把它换了 那你管它干什么呢 然后后来 今年又有了一个也很重要的会议 开那个会议之前 我正在北京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单位 正在接待我 然后他们告诉我说 这个保密工作如何如何 而到处都在打听如何如何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我说一个这样的按照民主制度的观念来看是正常换届 的这么一个事 为什么脚的 如此的人心浮动 那都已经不是风乍起吹咒一池春水 而且 而是很多的企业家 尤其是民营企业家 忐忑不安 一只脚跨在了国界外 手上拎着钱 随时准备走人 但是又舍不得这片肥沃的土地和大好的商机 那么这样一种现象 其实在我看来是不正常的 很不正常 一个真正的 现代的 法治的 市场经济的国家 不该这样 那一个国家 他们发愁的是 国家领导人选举的时候 选民人数不够 大家不去投票 不去投 要动员选民去投票 以保证投票人 基本人数的合法性 否则他换界换不了 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觉得我还是要说点那种 规定的话 就是回顾2013年 尤其是三中全会 我认为三中全会有两个 词是我最感兴趣的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法治中国 一个叫市场经济 这两个词表面上听起来没有新意 但是我觉得意义重大 尤其是法治中国 我当时看见的时候是眼睛一亮的 而且我亮在什么地方呢 亮在法治的治字上 以前我们的说法是哪个治呢 制度的治 就是法学界称之为刀治 他旁边不是个竖刀旁吗 现在是什么治呢 是政治的治 法学界称之为水治 江平先生在不同的场合 不断的强调要讲水治 不要讲刀治 有一次也是一个高峰论坛 江平先生刚讲完 我接着上去讲 我又强调了一遍 我说媒体的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写三点水的治 不要写那个制度的治 法治就是三点水的治 法治 结果他们第二天发表说 还是那个写成制度的治 顽固的写成制度的治 这个三点水的治 和这个制度的治 这两个法治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很多学术中的 接着人都搞不清楚 这个天壤之别 如果是制度的治 它只是要制度 就是要有一个法 政策 法规 法律 有这样一个制度 谁来治国呢 人来治 它依然是人治 只不过这个人治 在治的时候 要讲点规矩 不能胡来 比方说法律规定 租连九族 你不能租到十族 这就是那个制度的治 的法治的意思 而三点水的水治 的法治是什么意思呢 是人不治 法来治 就是住 就是治国的主体 是人 是法 不是人 这就是刀治和水治的根本区别 那么我们现在提出的法治 中国是三点水的那个治 就意味着我们中国将要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呢 人不治 法来治 那么人不治 法来治以后就怎么样了呢 真正的企业家 就成熟了 就成长了 就成功了 真正的企业家 就可以甩开膀子 干事了 那么为什么讲这个三点水的法治 是这么重要 它重要到什么程度 它重要到不仅仅影响到我们今来 今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 而且将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和未来中华文明的发展 发展方向极为重要 而这一件事情 法治中国这个关键词 又恰恰是和市场经济 这个关键词紧密相连的 我们以前为什么不懂法治 为什么不讲法治 就因为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的中华文明 它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 是建立在农根经济基础上的 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 那么市场经济和农根经济 它的重要区分在哪里 两条 第一条 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细 我们既然是市场经济 是商品经济 那比方说我要和刘总做生意 对不对 那我 我说我这块表 刘总能跟你换一辆台里的联想计算机吗 那得弄清楚 这块表是我的 计算机是刘总的 我们这个生意才能做 产权必须明细 两个条件 市场经济两个条件 第一是产权明细 第二是公买公卖 而我们的传统社会 最大的特点就是产权不明细 中国社会从夏商周 移植到 这会儿 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产权没有明细过 比方说我们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什么 土地 土地是谁的 请问 从来没有讲清楚过 普天之下 莫非亡土 那土地一开始就是国家的 对不对 亡土就是国土嘛 按照这个逻辑 从西周开始土地就是国家的 就是国有的 但是民间可以自由买卖 而且传统社会 土地买卖有两种契约 一种叫红契 一种叫白契 红契就是官府盖印的 白契就是找中人做中介的 白契和红契都是合法的 那你土地既然是国家的私人 为什么可以买卖 从来没有人讲清楚过 正因为普天之下 莫非亡土 所以皇帝一发脾气 就会没收啊 说收你的就收你的 你的买卖都是白的 没用啊 然后军队过来 说抢就抢啊 产权不明细的结果是 天下是谁都不知道 国家是谁都不知道 普天之下莫非亡土 率土之兵莫非亡成 为什么是亡成 讲不清楚啊 讲不清楚 只好皇帝轮流坐 明年到我家改朝换代呗 治乱循环呗 就是这么个结果嘛 就是因为产权不明细嘛 那么产权要怎么样明细的 必须私有 而且必须实行彻底的私有化 什么叫彻底彻底的私有化 就是财产归个人所有 这又是我们传统当中没有的 我们传统当中是什么制度呢 我们的所有制是什么制度呢 我们民族传统社会的所有制 叫家有制 就既不是公有 也不是私有 是家有 是家庭所有 这块地谁的 咱家的 咱家到口括地多了以后怎么办 分家 他只能分产到家 包括我们后来改革开放 叫做包产到户 他不能包产到人的 包产到户 包产到家 然后这个财产是家有的 不是哪个人的 副家长也没有随意处分家庭财产的权利 必须按照 传统的规矩 分家和继承 唯独有一种人 可以有一点小小的个人财产 这就是女人 女人的财产叫私房钱 当然现在私房钱归男人了呢 私房钱 这个概念就很清楚 相对于私房钱的家庭的财产 是公房钱 那么这样一种所有制是什么呢 对其他家庭来说 它是私有的 对家庭成员来说 它是公有的 这叫什么制呢 叫半工半私 不工不私 一工一私 说不清事工事私 知制度 这个问题就大了 他必然导致的结果是法 人制 是理制 是官制 因为你既然是家嘛 对不对 家里人讲什么法律呢 我离你 每天跟你老婆讲法律 日子还过不过了 对吧 家里人是不能讲法律的 家里人要讲亲情 讲道德 讲礼让 所以一系列的东西出来了 以德治国 对吧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孝治天下 什么宗孝传家 宗孝结义 都来了 家国一体嘛 那讲什么法呢 对不对 一个大臣 和皇帝说话 先得说 臣罪 臣皇臣孔 死罪死罪 而皇上说 树里无罪 说吧 先不先 他就输掉了 还没开口 他就错掉了 没有真理可言 这一大堆问题啊 讲不了了 对不起 我得掐到终点 那么 这是原因就在于 我们的经济基础是 农根经济 小农经济 那么 我们现在 中国社会出现 一大堆问题 什么道德滑坡呀 啊 适风日下呀 人心不古啊 一切都因为 我们的经济基础变了 那么市场经济 会怎么样呢 市场经济 我刚才讲 第一是产权明细 要明细到个人 产权明细到个人 以后会怎么样 每个人都变成了 独立的个体 他将获得两个特点 第一个叫独立人格 第二个叫自由意志 什么叫独立人格呢 就是我是一个单独的个人 我不隶属和依附于任何人 我的独立人格是不可以侵犯的 这个独立人格不可侵犯 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下 就是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必须建立这个观点 我很高兴看到 三中全会已经讲了 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 地位相等 同等保护 我非常盼望 我们的宪法能写上 个人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这就是西方人所谓的 这是我的破房子 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 同样 每个人在内心深处 也有一所破房子 这个破房子叫人格 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 他的前提 就是私有财产的保护 因为一个人 只有当他拥有独立的财产 他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 每餐饭都向人讨着吃 他哪来的独立人格 他说吃每一餐饭 都要说谢谢大爷 谢谢党和政府 他哪来的独立人格 他没有独立人格 怎么有独立思想 没有独立思想 怎么有独立立场 独立言论 相反 一旦有了独立人格 他就拥有了自由意志 什么叫自由意志呢 就是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主 自由地 处分自己的一切 包括处分自己的财产 处分自己的身体 处分自己的思想 处分自己的言论 说白了就是我的钱 我爱怎么花怎么花 我的身体想跟谁做跟谁做 抱歉 我的思想该怎么想 我就怎么想 我想出来以后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就是自由啊 自由前提是建立在独立的基础上 没有独立就没有自由 而这个独立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前提 产权明细 那么下面就有一个问题了 既然我们产权也明细了 对不对 每人都有拥有私有财产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 有自由的意志 那我们怎么相处呢 比方说我们要到政河岛来 那么我们每个都是大腕 你看今天来的谁不是大腕 谁都比我有钱 我是最没钱的一个 对吧 那来了以后 我们怎么样坐下来开会呢 大家都说我牛逼 我是老大 这会怎么开呢 这社会怎么组织呢 这就牵涉到市场经济的第二个问题 它的第二个问题叫 公买公卖 就你如果是产权也不明晰 又不能公买公卖 那就不是市场经济 那叫七行八市 就像中国古代 比方说我们刘总 他们的联想出了一款新电脑 他要送给皇上 他的得说 陈柳传志孝敬皇上 皇上说 赏 亲子 实际上就是买了一台电脑 他不能说买卖 他不公买公卖 也不能讲价钱 你说刘总好意思 想给咱皇上讲价钱 他敢吗 对吧 不敢 那么公买公卖 要靠什么来确定的合同 所以市场经济 必然导致契约精神 没有契约精神的经济 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那么甲方和乙方 一旦签订了契约 那么契约面前 都是平等的 那刘总 不因为你比我有钱 就欺负我 对吧 当然我买了电脑 可以讲价钱 打折扣啊什么的 谈好了以后 我们签到合同 我们公买公卖 那好 这就产生的第一个平等 叫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OK 那么市场经济中的人 就会想到 既然我们在经济生活当中 是可以用契约来规范 我们企业和企业 法人和法人 自然人和自然人 自然人和企业之关系的 那么我们作为自然人 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契约 来规定我们的相处之道呢 他们说可以 我们不是不在一对一的签契约 我们全体公民来共同签订一个契约 这个契约规定着我们社会行为 哪些是可以做的 哪些是不可以做的 一旦做了不可以做的事情 应该受到怎样的处分 这样一份全体公民 共同签订的契约 它就叫法律 法律是全民公约 也是社会契约 是全体社会人 全体公民 共同签订的一个契约 一个合同 签完了以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实现了第二个平等 而我们签订这个法律 出于什么东西呢 出于每个公民的自由意志 就是我是自愿签的 这个法律 这个签订法律的过程叫立法 叫立法 谁来立呢 全体公民来立 当然在大国 它要实行代议制 请议员们 来代表人民来 立这个法 但是不管怎么说 它必须出自于 我们的自由意志 正因为法律的制定 是出自于公民的自由意志 因此一旦犯了法 就要受到惩罚 而犯法以后 坐牢 判判刑在西方世界 被视为对犯罪者的尊重 而不是惩罚 因为我们自由的签订了一个契约 规定了 盗窃是犯法的 要坐牢 你是同意的 然后你自由的选择了盗窃 所以为了尊重你的自由选择 请你坐牢 跟东方世界完全不一样 这才真的叫法治 法律面前人平等 然后大家发现 又发现 这个契约签订以后 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不是所有问题都是法律解决得了的 比方说科学 自然科学的问题 谁对谁错 学术界有争议 谁对谁错 这个不能上法庭的 如果哪一个国家 法庭判处某学术论文观点错误 那就划到天下大吉了 那么你谁 那么谁说了算呢 要 这需要签第三个契约 这第三个契约是人类跟自然界签的 我们共同约定 一加一就是等于二 我们共同约定 在一个平面上 两点之间 距离最近的是直线 这是一种约定 这种 所有人都认同 不需要证明的约定 叫公理 由公理推出来的叫定理 由公理推出定理 定理推出其他结论的过程叫推理 最后推出那个结论叫假说 这个假说一旦被证实 叫真理 这个假说一旦被证实成为真理 也就是成为全民的共识 也就是所有人都在这个契约上签字以后 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 这就实现了第三个平等 你看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道德问题 因为科学管不了道德 法律也管不了道德 道德问题谁来管 需要签第四个合同 第四份契约 这份契约在西方世界 这份契约是跟上帝签字以后 他的约定的内容是 我们人类在我本人在生前做好事不做坏事 上帝同意 OK 你死了以后上天堂 这是一个期货 一笔期货的交易 那么这个契约 是人与上帝签的 在西方世界 他们签了两次 第一次签的叫新约 第二次签的 第一次签的叫旧约 第二次签的叫新约 那么签好这个协议以后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那么我们来追溯 这四个平等 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这四个平等 全部来自市场经济 全部来自市场经济 因此法治中国 一定会要建立在 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没有完善 完全完整 健全的 健康的市场经济 就不可能实现 法治中国的中国梦 反过来 没有法治的保障 市场经济 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 所以法治中国 三中全会提出的 法治中国和市场经济 将互为英国 像两个球一样的 这样旋转 那么这样旋转的结果 将是什么 我讲的最后 我还有点时间 我讲的最后一点 就是当这样 法治中国和市场经济 这样相互旋转以后 会怎么样 会彻底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 因为从此以后 我们的人际关系 将逐步的由血缘关系 泛血缘关系 变成契约关系 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 传统社会的 人与人的关系是什么 血缘关系 家国一体 军是父 臣是子 地方官是父母官 军队是子弟兵 单位和单位是兄弟单位 兄弟省份 兄弟部队 都是兄弟 血缘关系和泛血缘关系 组成社会的结果 是这个社会 绝不可能是法治社会 它只能是理智社会 大家都是兄弟嘛 都是家人嘛 你讲什么法呢 对不对 是吧 借钱都不打借条吗 咱俩谁跟谁啊 打什么借条啊 但是一旦真正完成了 从小农经济到计划经济 到市场经济的彻底转变 我们中国只要一旦完成了这个转变 整个的文化和文明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我们的关系将逐步的走向契约关系 实际上咱们的8590后已经表现出这个趋势了 我今天跟诸位讲 其实诸位还不要光想着你的企业 你们都是企业家 你们还是父母亲呢 不明白这一点将来将无法和 诸位将无法和自己的子女相处 我们8590后 再往后00后 他们将是跟我们非常不同的中国人 他们的自主意识 自我意识 法治观念 契约精神 都会比我们强 这就是走向现代的一个特征 实际上你去看 比方说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在传统社会是人身依附关系 取来的媳妇买来的马 任我骑来任我打 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 打老婆不犯法 怕老婆是可笑的 那大佬爷们怎么能怕老婆呢 对吧 但是在西方 在市场经济的国家 婚姻关系就是契约关系 我们去看看 我就讲完这一点 我们看看这个西方人 或者西式婚礼 还有现在年轻人 喜欢举行的那种新式婚礼 他首先一定要有一个绳子人员 来组织 哪怕是假冒伪劣的 穿个假的牧师的衣服 他也得那么糟 然后来举行这个婚礼 婚礼开始以后 这个主持人会问 Georgie你爱mary吗 你愿意不管是 年轻还是衰老 贫穷还是富有 健康还是生病 你都和他终身 厮守白头偕老吗 Georgie说愿意 然后还得问你确定 我确定 然后再问新娘 Mary你愿意什么 怎么怎么 怎么不知道吗 还得说 那个新娘得说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说 你们可以 问完新郎 说你可以戴上戒指了 问完新娘说 你可以戴上戒指了 然后最后要问一句 在座诸位有意义吗 有个人站起来说 有意义 他有老婆 那这婚礼搞不成了 是吧 没有意义 主持人就宣布说 现在你们可以接吻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仪式呢 这是一个合同签订仪式 因为任何一个合法有效的合同 它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该合同必须合法 对吧 我不跟 我不能跟东华私下里签一个协议 我说东华 你看你人脉挺广的 黑社会你肯定认识 我特别恨那个谁谁 我给你点钱 你把那谁给我做掉 然后我们签一个协议 我说预付十万 甚至事后呢 再付十万 然后事后我不付了 他把我告法院去了 这不可以的 对吧 因为你本身是无效合同 第一个要合法 第二个必须代表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愿望 如果不代表双方真实 当事人的真实愿望 这个合同也是无效的 好 OK 那么这个婚礼的主持是怎么样的 主持人问有意义吗 实际上就是问合法吗 如果有人站起来说 新郎其实是有老婆的 他就不合法 对吧 那么第二点 他为什么要问 你交集 你挨埋人吗 你确定吗 这叫做看是否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他说我确定 然后说 那你把戒指戴上 什么意思 在合同上签字 代表你真实意愿嘛 签字 带戒指 好 签完字以后 那又合法 又代表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了 对不对 OK没问题了 这个时候说你们可以接吻了 什么意思 交换合同文本 那也就是说 将来一个法治的社会 是什么样的呢 他将用契约的方式 约定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 当我们的一切关系 都是靠契约来约定 当我们的所有的行为 都是靠法律来规范 当我们的所有的经营 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 并确切的得到法律的保障的时候 那么领导人是谁 就不重要了 好 好